為到外國的山車影響到民眾的生活 南大環境庫正式山車變得 原本說要對六個制衣 那就是今天開始開用 想不到早上山山車也要是驚救這個公路 加上健康沒有派人來出帝 做現這麼多危機的車丟 美國區今天幾名都覺得非常不來 經過議員的質審了後 會報接派警員來整個檢查看得 你看煞車車然後這邊也是 刷車車一台吃過一台 民眾是用不著動 原本說好 從今天開始 就還有有刷車車走在這裡 想不到早上 要是跟過去一樣 出現這麼多刷車 一早的刷車居然比平常日的刷車更多 居民被吵到受不了 所以我們才會很質疑說 這個政策到底有沒有執行 為了解關路水傳民十萬年來的困擾 難道管政府設在刷車車變多 而且要為六位設計開始開用 不過早上 原來是出現這麼多刷車 跟上警察局沒有派人出帝 是出現了這麼多危機的車丟 取締單位都沒有發現嗎 你看一個標準的跟一個超載那麼多的 難道交通單位都看不見嗎 然後要我們自己取締嗎 那我們取締的你們會真的徹底執行嗎 那我希望說我們南投縣警察局 可以不定時不定期的來抓超載 然後希望說因為第一個超載危險 第二個超載會導致我們的路面不平 那在這方面希望說大家可以遵守法律 也希望說我們南投縣警察局 可以硬起來嚴格制法 這位的議員 從早就開始接到申請的電話 人家管政府表示 變得是屬於無端的範圍 到上班都沒有裁好才會遵守時間 也想要要求健康 立體向家庭出帝 我們今天下午開始要來執行 希望我們所有的乍者 司機一定要遵守 你還要知道 後來就直接就是你 今天是有過而已 叫我們可能用券打的 你跟通行的我上面講一下 要補一點左右 到警員在路邊進行處理 當時也拿車每個書機 以後要走尾山車的車轉用到 民眾不願警方嚴格一行 不可以讓他們再一次希望 記得我們上次報導 謝謝大家